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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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最值得去看一定要去的地方是甚麼地方 雖然你們可能很多人已經非常熟悉那個地方 但有些人總是未知 我們帶大家去看看申請了禁區子 馬上去看看 首先我們要在D4出口 觀塘工業中心 一出地鐵站就是了 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來到地面你已經完成了一半 其實一搖頭上來 你就會發現觀塘工業中心就在你眼前 但這個是三期至四期 不適合我們走前一點 我們再走多幾步 就會到第二及第三期 平時早上是開的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裡進去 雖然你看到是閘 但我們是可以穿進去 哇! 哇! 太大力差點滾到樓梯 沿著這裏就可以下去了 旁邊有那個什麼Draw 那這條路就對了 那我們就到了 可以走過去 那又是客電梯的 不過我們今天搭貨電梯吧 試一下 要怎樣搭的呢 首先它要在地上 我們在地上 就可以這樣拉開它 拉開第一棟閘 之後再拉開第二棟閘 之後呢 手動拉回這個閘 可能要點力的 第二棟閘 那我們就可以進入 Seller的秘密基地了 按10樓 初號機就是身環在這裡的 好! 到了 我們拉開兩個閘 記得有點手尾 不然下一手就搭不了了 即是樓下那部電梯就會被你保持住了 那這裡就擺放了不同的AIRVA 我們去那個S 這樣轉彎 來到這裡再轉彎 看到嗎? 很漂亮 黃黃的色 那裡就是了 恭喜你 被我騙了 這條片的開箱 就是牛子商店實體店 我們終於來到 這裡就是牛子商店 應該很多人都未實際來過 除了大家平時走進去的空間之外 其實這裡有一個隱藏門 是平時你們進不去的 就是這裡 那我們一打開它 噓 那進來就會進入了 儲存EVA的地方 兩個都是非常之秘密的 好!那我們打開看看有什麼 嘩! 好害怕喔! 這裡是存放一些凍夜的地方 我私心推介 這一款 以前賣很多的 青芒果酸啤酒 基本上我猜 全香港 只剩下這一箱 差不多了 去到接近 除非那間店很沒生意 因為這間店已經沒有了 這間在台灣我找回來的 廠已經倒閉了 如果你不喝酒 你說在這關鬼事嗎 都可以喝一下這些 這些就是日本拿回來的 烏龍茶 那就是資裝的 那這箱是什麼來的呢 這箱應該是等待處理的和牛 因為其實和牛就不是說 一買回來就馬上吃得 那還要經過很多很多步驟 去筋 去脂肪 然後切片 所以它是等待 解凍少少 讓它可以容易處理 進行下一步 好冷啊 我們出去了 不要騷擾它 這邊有什麼呢 嘩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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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冷一點的 那我們進入牛子商店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利利斯的本體 就是在這個倉裡面 冷到麻痺 這個倉是-18度 神經病 我現在已經寒風刺骨了 我都不知道撐多久 各位 這裡就是那些湯底 那麼多款湯底 都會好好地存放在這裡 準備供貨給大家 和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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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呀和呀 梵立杯 日式芝士竹輪 都在這裡 還有這個 My favorite 準備送給大家 準備有得吃的 牛油黑糖番薯 都放在這裡 這個大家都認識 我看拍片介紹過 榴槤糯米飯 世界級 就是這樣 我們離開了 冷得出霧 我想問我 是不是已經弄壞了一部相機 一冷一熱 其實是不行的 譬如你去過那些很冷的商場 然後出去很曬的太陽 那部機是會起霧的 好像現在這樣 如果你長期都是這樣做 不管它 你的鏡頭呀相機 很容易發霧 所以記得留意 如果你真的想解決這個問題 那有什麼方案呢 就是你在一個很冷的地方 去一個很熱的地方之前 就把你這個東西 收在一個密封的環境 或者一個比較 溫度上升都沒有那麼快 例如你的背包 那你呢 慢慢等溫度上升 那它那層霧就會 慢慢地散 那就不會變成水積 這樣積在你的機內 哇 送了攝影提示 那我們呢 已經由外到來再到外 這樣我們出來了 那些手指呢 都還是 完全是 不受自己控制的狀態 冷到黏了 這個就是 它們的核心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黃 schedule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少有的 這隻是帝王蟹 這個是鮑魚 一來就吃了我的居這麼貴 你看看價錢 35元 這間店是做良心的 完全不是做生意的 接下來就講了很久 如果你沒吃過就真的 我也不知道怎樣幫你 這幾隻是很少地方可以買的 就是一些很野味很野味 很適合送走的韓式食材 配飯都是配到超級多飯 這個風味雞件 這隻毛骨雞腳瘋狂 只剩下好吃的筋、軟熟的部分 用醬油燒甜甜的 黏了 毛骨雞腳有辣味 雞肉 這隻是不辣的雞肉 還有雞腎 你可能會覺得太邪惡搞不好 這個櫃就適合你了 認住在門口這個櫃 之前餐餐吃的韓國雞胸肉 這隻是辣味 很辣的 簡直是辣雞麵那種辣 但是很野味 所以吃很多餐都不會刮 然後又有肉扒味 還有這個很好吃的 火辣雞肉卷 之前也介紹過很多次了 放入味煲油一丁就吃得了 這個也是黏了線 裡面有很多芝士 還有那個醬味道是非常之好 跟著這個櫃就厲害了 之前沒有特意跟你們說過的 因為都未換好最新的包裝 現在終於換了新包裝了 遲些可能會在其他地方買得到 就是你眼前這兩個 牛丹團丹 它們就是一個方便包 裡面就有團丹和牛丹的包東西 那你就把它丁完放進飯裡 就馬上吃得了 一盒有兩包 那就是我們一起研發出來的成果 這兩隻 基本上現在這一刻 應該是牛子商店才會有的 記得來搶這兩個 現在新包裝 超級帥氣 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就是大集合的櫃 有一點點火鍋湯底 這些可以直接當火鍋湯底用 之後有一點火鍋配料 凍豆腐 基本上你每一次都見我吃的 這個 因為配什麼湯底它都是正的 神經病的 之後這隻 這隻就絕對不是開玩笑 日本的意粉 日本的意粉好吃就 大家都知道 21元 你買公仔也不止了 是不是 我見過我的同事吃 他吃了5秒 直接倒進去 那種好吃的程度 這些很少 真的看了這條片的人才知道 立刻去搶 之後這些 有些有趣的甜品 豆腐Tiyamisu 新奇夜 牛果沙冰 全部都是一些 少見一點的東西 不是到處都可以買 還有這個也是私心推介 雖然價錢就貴一點點 你看它 但是它是什麼 它就是平時你們吃的朱古力批 然後你會說 平時的朱古力批 真是外層朱古力 很假 裡面有棉花粉 然後就是 有個餅 是 正確是這件事 而它做了急凍版本 簡單來說是甚麼 朱古力是正好多 裡面的蛋糕正好多 餡也正好多 但是吃起來是一模一樣大小的東西 那就是怎樣 總之就是全部東西正好 如果是預算對於你來說 不是一個考量 這個就是我的專業推介 就是將樣很便宜的東西 做得很貴 然後吃了是很厲害的 很難的 好啦 如果你真的要儲備很多糧香 這個櫃就適合你了 有很多台灣做的東西 有些蔥餡餅 台灣蔥沒得說 一定正 有韭菜 有牛肉餡餅 還有有些可以自己捲做早餐的東西 然後又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還有 氣炸的食物也有 那你就可以收拾了 十多元 二十多元 你可以收拾一大堆 很多款 然後開派對就可以 全部放進氣炸鍋 一夜下班 真的很好 不用買一大包 都不知道吃到多小 之後這個 就是我吃過無數次的 這個 雞肉炒飯 辣辣的 非常野味 一丁就能吃 一包有兩包 裡面已經有了芝士 你丁完就馬上拉絲 之後我們身口就是 牛子商店的酒類專門櫃 立刻wrap 立刻想wrap yo yo 我們來到酒櫃 不用出去 這幾隻真的 香港只剩下這幾隻 真的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 這個也是蠻罕有的 蜂蜜啤酒 還有咖啡啤酒 最有趣就是包裝是很漂亮的 本土的 本土有獅子山 獅子山啤酒 有很多款 這隻叫荷蘭鎮 這幾枝都是白鶴的青酒 梅酒 梅酒 那類的 全部東西都不是在街上說買就買得到 全部東西都找得很精的 這些 這些是蝦片質感的片 但不只是蝦味 這個是柯仔酥 這個是蝦和蠔 這個也是非常好吃的麻辣豆腐 還有一隻麻辣鴨 就是這個 配上一些東西 配上一些麵 這樣就已經非常圓滿了 好了 那我們來到這裡是主版 剛才那裡是創業版 這個是主版 譬如你來到 很簡單 你可以選火鍋餐 或者烤盆餐 那就是123 或者12就是火鍋餐 你選火鍋餐 下面就是湯底 我們有湯底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選 然後再下來選 烏冬 或者出錢一丁 然後看看是不是要追加東西 如果你烤盆 那你就可能要追加烤盆 或者追加爐 追加燃料 或者我們的冷泡茶 如果你想吃多東西 那就下面了 下面還有很多 都是我們推介的火鍋配料 除了這裡 眼見到 還有雪櫃 都有很多種 一看 你一來你就知道怎樣點 很簡單 好了 那我們這條片就來到 最後最緊張的環節 就是 這個試全新的產品 還有優惠碼 你看到最後 當然要有優惠碼 當然有節 有沒有可能在這樣的時勢 牛子商店 會不會認真地想過 怎樣陪著你們呢 對不對 我們馬上來開箱 這個新的產品 駿沛 好了,我們來優先試吃這個新產品 其實不是說改了很多特別的產品 只不過是比較適合我這種臭小子 只是喜歡吃肉的臭小子 就是這個沙爹煲仔麵套裝 那沙爹煲仔麵套裝有什麼呢? 第一樣東西,有一份圓份的 我們standard size的安格斯牛板件 就是一塊比較肉味,很濃的牛肉 因為它真的跟沙爹湯是配合的 因為兩種都是濃味的 我建議先打火鍋,先吃這個 之後,我們送了兩粒芝士竹輪 芝士竹輪也是,如果你沒有吃這個東西 好像不適合的 好像沒有打火鍋,現在沒有吃芝士竹輪 吃了芝士竹輪,你就可以跟這包肥牛 還有筋的出池一丁一次過放進去 加一點水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棒的組合 你想想現在12點,1點 做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我不能忘記 你以前也不知道吃過的東西 都不是公仔麵 真的 這就是我們的牛板件 一出撒宴,很棒得媽媽都不認得 沙爹的花生香味 還有一點辣味和牛肉 真的瘋了 沙爹湯底從來都是最被低估的湯底 因為這個沙爹是香港工場生產的一個沙爹醬 是一些比較正對沙爹質素有要求的店舖 才會加入這個沙爹醬 所以它是很濃 不會辣到飛氣 但是全部都很香 很適合和肉類 好,那我們這牛板件 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準備做你的DIY煲仔麵 我們有一個出池一丁 這些時候才值得吃的 公仔麵 其實平時我已經戒了公仔麵 很久很久很久 很偶爾才會吃一個半個型 因為覺得不值得 但是去到這些就真的沒得說了 都是要狠心地吃下去 加一點點水 除非你想很濃很濃很濃 好像半面那麼濃 否則它吸了水之後 湯底會不夠水分 如果你想是一般湯的質感 你就要加大概100ml的水 麵完成了 那我們就把那些牛肉一次過放進去 平時出街 你知道我是老人家的 老花 出街的沙爹牛肉 已經找不到的了 牛肉已經去到 好,當你放了肉進去 攪拌了兩下 基本上你就可以關火了 好了,最後了 不要漏 麻油 然後我們把那個芝麻油滴進去 嘩 儀式感 騎劫了別人想試 這樣儀式感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值得討論了 凌晨2點 這樣一煲麵 讓你看看 不是騙你的 你看,每一條麵都是掛著湯的 只是剛才你看到那個安伯克斯牛板件 散賣一包 其實已經是50元了 但我們今天這次 陪大家 到過逆境了 我真的覺得 這一套東西 可以有牛肉的版本 有豬肉的版本 兩刀肉 一個麵 兩個芝士竹蘭 這樣一套 89元而已 你說89元? 便宜一點啦 便宜一點啦 撕入一位碼 再有九五折 當然是限定 瓶爐、烤盆等 但記得 要是 這些都是很快 很限量 很快便會沒有了 大家儲多些糧 在家裡開開心心 就不要真的 困在家裡 就不要那麼 很容易很抬 即是沒有東西 攪拌一些攪拌 真的欠了幾滴麻油 淋下去 你就會覺得 唉 又是這樣吃的東西 希望 你可以找到一個 即是就算是最差的環境 也找到一些 你自己覺得 少確幸開心的東西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今天這個 新品牌 還有影片 你們最關心的 烤肉套餐 趕工 你們都看到了 剛才那塊 和牛已經 肉錘砧板上了 我們會盡快趕工的 那一個 遲些會公佈 買著一些基本糧響 那些炒飯 意粉 儲定 否則 這日子很難過 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呢 今集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LIKEFACEBOOK PREASEBOOK 訂閱 喜歡加護欣賺 再同星期三星期五 都有新片 星期日也可能會有 不要妨礙我吃麵了 超開心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讓你們先吃一口 拜拜 拜拜 哇這個燈真的賊 這樣不是說得少